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enn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品质也很赞的衣服 版型设计好看的同时,这些衣服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们在百货公司里经常看到的衣服都是从S号到XSL 也就是超超大号 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品牌叫做Patee Studio 它的号码是从++小号一直到L号大号 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和娇小型的女生到正常高度和稍高型的女生 版型和大小就好像是给我们大部分亚洲女生设计的 Patee Studio这个品牌来自纽约 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为娇小型女性设计的时尚潮流服饰品牌 Patee Studio专注于限量生产和精选系列 所有服装专门为娇小身材设计 品牌团队也是一群娇小型的女生 因为他们真正懂客户想要什么 号码分得很细致也很专业 我的身高是1米72体重118斤 平时穿S号 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衣服我也都是穿S号 我选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穿搭频率比较高的单品 印记适合秋天换季的打底衫 毛衣裤子等等 产品链接我会放在说明框 9月25号到10月2号 Patee Studio网站全场25%off折扣 你喜欢的漂亮衣服记得加入购物栏 今天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件打底衫 我身上穿的和我手里拿的是同一个款 不同的颜色 手里拿的这个是灰色 身上穿的这个是浅驼色也可以叫它Latte 这两个颜色都是我们秋天或者这段时间换季的时候印记可以穿的 这件打底衫也可以说它是一件长袖的T-shirt 它在领口袖口和最下面这边加了一个白色的边 加了这个白色的边就是给这件衣服多了一个层次 这种层次的叠加是一个基本的显高显瘦的穿搭法则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领口是白色 领口白色的这种穿搭会让我们的肤色和气色显得更好 它的版型非常好看 贴身穿会显得肩膀和胳膊这个地方非常的fit 它的材料是77%的天丝 19%的羊毛和4%的安伦 安伦这个材料是用来增加它的弹性的 它的弹性非常好 17%的羊毛 羊毛保暖 透气不变形 Tencil天丝 天丝是一种高端的纤维材料 它属于再生纤维 主要由木浆制成 天丝的面料非常的柔软 触感顺滑 适合贴身穿着 尤其适合敏感肤质 同时它的透气性强 抗菌 环保 耐用 这件它的手感摸起来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舒服 弹性也非常的好 穿上身清爽舒适 而且它的版型特别的好 这两个颜色我特别喜欢 都非常的推荐 今天第二件是它的这个高腰的牛仔裙 牛仔裙是我们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时髦单品 Patee Studio这款牛仔裙它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呢它是高腰的设计 因为低腰的牛仔裙会暴露很多缺点 高腰的这种牛仔裙它可以遮很多的缺点 同时呢会让你的curve看起来很好看 在选牛仔裙的时候 它一般是按照自己的腰围选 选刚刚合适 再稍微大一点点比较好 因为通常在选这种高腰的牛仔裙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往里面塞毛衣啊 或者塞这种oversize的衬衣 腰稍微宽一点塞进去之后 你也不会觉得挤会比较舒服 如果选的太紧 比如说刚刚把自己塞进去 那有的时候如果胃这里比较胀的时候 会鼓出来一块 所以在选牛仔裙的时候记得两个特点 第一呢选高腰的 它比较显身材 能够穿的时间也比较长 第二呢选牛仔裙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腰围稍微选大一点的 穿着舒服能搭配的单品也更多 那这条牛仔裙它的颜色是属于稍微深一点 春天夏天和秋天都可以穿 它的材料比较厚 它的这个开叉呢在最前面 最前面开叉这种设计 就在我们走路和我们拍照的时候 脚往前伸 然后这个裙子的两侧呢会往回收 会显得人这个curve特别的好看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投资买一条牛仔裙 Petite Studio这条牛仔裙 真的是万里挑衣 非常非常的赞 接下来牛仔裤 同一个色系的这个牛仔裙 我也选了这条牛仔裤 这条牛仔裤它是高腰的设计 它的裤腿呢是这种直筒的裤腿 它的长度呢是刚刚到脚踝 刚刚到脚踝的这种长度 对于高个子女生和娇小型的女生 只要你的腰和臀为合适 都可以穿 对于我来说我1米72高 我可以把它当成九分裤来穿 我也可以搭配高跟的小短靴 穿起来非常的帅气 很舒服很好看 适合秋天 版型非常的赞 它的材料里面加了2%的莱卡 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弹性 穿上去之后腰和臀这个地方 包的特别的好看 所以这条裤子我非常的喜欢 特别特别的分享给镜头前的你 接下来这两件毛衣 一件是驼色 还有一件是白色条纹的 看到这个毛衣的设计 我马上就把这两件都挑下来了 我觉得这两件镜头前的你 一定会喜欢至少一件 首先呢它是短板的 其次呢它是一种cable knit的设计 就是拧的这种麻花 这种拧的麻花的设计 特别像我们小的时候 妈妈给我们织的这种毛衣 这种拧麻花的设计 奢侈品牌和老前品牌非常喜欢用 经典时尚不过时也非常好穿搭 50%的acrylic 32%的尼龙 10%的乌 和5%的cashmere 3%的alpaca 它是一个混仿材料的毛衣 羊毛和羊绒总的含量是15%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中度和轻度保暖 适合我们现在一直到11月12月穿 这种开衫毛衣 通常在里面可以穿一个吊带 或者穿一个短袖或者长袖 它非常好搭配 也非常适合每天的上班和通勤 这件驼色的开衫非常的classy 这件黑白调扮的非常时尚 换季的这段时间 轻度到中度保暖的这种开衫 非常的实用 也非常好搭配 一定要背起来 这件马海毛的浅蓝色的绒绒毛衣 在我前几天的街拍照片没有出现过 好多人都说非常的喜欢 在秋天浅蓝色的毛衣就好像蓝天一样 穿上身能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舒服 这个毛它非常的蓬松 非常的软 它的成分是34%的绵羊毛 32%的马海毛 28%的颈轮和6%的安轮 羊毛的主要功能是保暖 它含有34%的羊毛 也就是说它在保暖程度上 已经是属于中度保暖了 马海毛它比较蓬松 它的视觉感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特别的fuzzy 特别有秋冬季 你想穿的那种毛衣的那种 温暖和舒适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concern 这个马海毛会不会渣 那我的观点是 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敏感 你在里面是需要穿一件 长袖的这种打底衫 但是如果你不怎么出汗 身上的皮肤也不是那么敏感 你里面穿件吊带 再穿这个就可以了 我大清早四五十度的时候 就是这么穿的 那这件呢 它的设计上 它在最前面这里呢 有12345 有五个小扣 这个扣子它有点像是 猫眼石的这种设计 然后袖子和前巾这里呢 它是这种有这种 勾针的麦穗状的这种设计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长度呢 属于中等偏短的长度 大部分女生都能驾驭 颜色好看 材料非常的fluffy 这件呢 是我秋天最最喜欢的一件毛衣 那说到蓝色的毛衣 还有这件毛衣 我觉得也非常的美 这件毛衣单从颜色图案上来看呢 它非常有这种过节的气氛 它的材料是百分之百merina wool merina wool美丽奴羊毛呢 它是一种高品质的羊毛 柔软透气性强 稀湿排汗 抗菌防臭 轻盈保暖 同时merina wool它具有天然的弹性 毛衣不容易变形 耐用耐穿 跟刚才蓝色的毛衣一样 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没有那么fluffy 但是它保暖 它有秋冬的这种氛围感 而且它有红色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有红色的包 红色的帽子 红色的手套 或者红色的小短靴 跟这个毛衣搭配起来 会非常的时尚 保暖舒服也非常实用 因为刚才说到了法式风情 我在petite studio还订了它这个帽子 这个黑色它的版型特别好看 它是真皮的 而且它这个口做的比较大 比如说你的头发很多 或者像我一样头比较大 都可以戴进去 非常好看 如果这个秋冬 你想买一点贝雷帽 这个皮的贝雷帽 你一定要试一下 非常感谢petite studio赞助今天的视频 那今天还有一个粉丝福利 就是这件毛衣 这件毛衣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穿上也非常的漂亮 但是大家可能记得 我在讲自己的身高比例的时候 我的腰是比较长的 我的腿算是比较短的 那在我肩膀和上身都合适的情况下 它这个腰这里呢 就会显得对我来说稍微有点短 但是如果你的身高 是在1米5到1米65之间的话 你穿这件衣服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决定把它送给收看 今天视频的幸运粉丝 它是S号 请注意看petite studio的size的对照表 记得在我们今天视频的留言区留言说 我喜欢就能参加活动 视频发布的三天以内 我会随机挑选 我寄给你 接下来这件oversize的衬衣 也是我挑选了 我自己穿上特别特别的喜欢 这件oversize的衬衣 它的材料非常的舒服 它的材料是60%的polyester 聚脂纤维和40%的棉 棉的好处是它透气 而polyester的好处就是 它会让这个面料质感 看起来非常的光滑非常的高档 这两个材料的结合 让这个oversize的衬衣 看起来非常的高档 oversize的衬衣 跟我们一般大的男生穿的那种衬衣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oversize的衬衣 最主要的是 它的这个袖子和它这个肩膀 这个地方 它肩膀这个地方 做的稍微宽一点 而它袖子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是做的稍微短一点 你可以把袖子这样拉起来 然后把前面的这个前巾呢 塞到我们的牛仔裙或者牛仔裤里面 你要戴项链 把领口稍微打开一点 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它这个版型呢 也显得非常的挺阔 不软塌 穿在身上之后 看起来特别有质感 它这种浅蓝色 加了白色竖条纹的图案 远看呢 是浅蓝色 近看呢 它是有点点纹度在上面的 优雅 舒适 时髦 oversize 衬衣 选这一件 接下来这条裤子 它这种羊毛的 泥子的这种裤子 它的里衬特别的舒服 就像丝绸一样 它这个裤子的面料呢 是碳纤维和羊毛结合的面料 碳纤维和羊毛结合的面料 是一种比较创新的混纺材料 碳纤维 Carbon Fiber 以其高强度和耐用性著称 它跟羊毛结合的这种面料 增加了它的抗撕裂性和耐用性 不会增加面料的重量 保持了羊毛的轻便和柔软的特性 穿着舒服 保暖 抗静电 耐用 而且更容易维护 不容易祈求 抗磨损 对于羊毛的裤子来说 这个用料真的是非常的赞 尤其是在我们北方的冬天 想穿裤子 穿着舒服 保暖 形状又好看 这种羊毛的裤子 真的是大救星 那这条裤子的版型呢 它也是高腰 甚至说它是超高腰 大家可以看 它后面这里非常的长 它的腰比较高 它臀部这里的设计呢 收合的也非常的紧 大家看这里有个小细节 就是在它口袋这个地方 它有做了一个小折的一个小脚 然后做了一个小扣子在这里 这个小扣子这里呢 它是一个折角 但当你穿上身之后 它在视觉上 把你的腰线给你收了一下 显得你的腰的这curve 更加的好看 然后在形状上呢 它是这种烟管裤 或者是锥形裤的这种设计 穿上身之后 显得人特别的鼻挺 跟刚才的牛仔裤呢 它属于同一个长度 对于我这种身高 我把它当做九分裤 我在冬季 我会穿一个高跟的短靴 如果你是娇小型的女生 你可以把它当成 full length的裤子来穿 穿高跟鞋也好 穿平底鞋也好 它整个版型不打折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高档 棕色和黑色夹杂的 鞋温泥子的这种料子 搭配我上身穿的这件shirt 或者是搭配这件鸵色的毛衣 在配色上看起来都非常的舒服 非常有秋冬的舒适感 这两件打底穿的shirt 一件是这个纯白色高领的打底衫 它也是针织材料 弹性非常的好 在我们秋冬 比如说我们要穿这种毛衣的时候 你想在里面搭一个浅色的 高领的这种小的打底衫 这个白色的非常的实用 它的手感类似于丝绸 柔软光滑 透气性好 而且不容易变形 颜色也不容易脱落 手感非常的光滑 也非常的舒服 穿上身之后 收身特别特别的好 那这里可能会有朋友们 会有一些concern 就是这种白色的高领衫 很多朋友怕穿的时候 我们脸上的这个makeup 就是我们脸上画的妆 会粘在上面 有一个小的tip 就是画好妆 你要换衣服的时候 你用一个很薄的塑料袋 把脑袋这样套起来 然后这样钻进去 那当你脱衣服的时候 尤其要小心 这样拉开轻易的把它脱下来 要么就是还是同一个程序 你用塑料袋把脑袋稍微套一下 然后这样把它拉下来 这样你这个白色的这个领子 就会保持得非常好 这件灰色的半高领小毛衣 它也是marina wood的 marina wood我刚才也有讲过 它很细腻很舒服 它可以贴身穿 那这件呢 它是螺纹针织 如果你经常看我的视频 你会发现我特别喜欢 螺纹针织的这种 贴身穿的这种毛衣 因为它显身型会收身 显得身材特别的好看 它是利用螺纹针织自己的这种张力 贴合到身体上 让你的身材的线条 看起来特别的好看 它的袖口还是这种 荷叶的袖口 非常的elegant 那这件呢 作为一个打底衫穿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舒服 颜色也特别的温和 如果你需要这种羊毛的 保暖的 又比较柔和 颜色比较舒服的 这种打底衫 这件我非常的推荐 最后一件呢 是Petite Studio 给秋冬的一件外套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搭配 以及它这个衣领啊 它整体的这个设计 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是一种短板 它的材料呢 是Vegan Laser 不是真皮 穿上身之后 休闲舒适 特别有秋天的这种氛围感 它的前面呢 有两个兜 这两个兜很大 手可以塞进去 也可以放手机 配牛仔裤 牛仔裙 或者里面配毛衣 整个穿起来 特别有秋天的感觉 好了 我们今天的Petite Studio 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官网 25%off的折扣时间 是9月25号到10月2号 有问题请发表在留言区 我们很快下次见 拜拜